高雄鳳山這名駕駛當時是一邊開車一邊在抽煙 就被員警給盯上了要攔茶 沒有想到駕駛油門一踩落跑 結果最後撞上了一輛汽車還有六輛機車 還造成兩名騎士又受傷 巡邏員解明按喇叭 因為看到駕駛邊開車邊抽煙 想要上前攔茶 沒想到駕駛不顧前方是紅燈猛踩油門 停不下 白色轎車駕駛一路違規 在五甲一路還闖紅燈 先撞到準備左轉的銀色轎車後 又撞到停等紅燈的六部機車 駕駛車被撞保險桿掉落 車為現場導致多部機車 地上滿是車體碎片 機車上的物品也散落 插撞另一臺自小客車及六臺機車 造成兩臺機車駕駛輕微殺傷後 繼續沿風山區中山都路 往屏東方向逃逸 駕駛照逃最高罰九千 逆向行駛最高罰一千八 闖紅燈最高罰五千四 危險駕駛最高罰三萬六 加起來可儲五萬兩千兩百元的罰還 還要吊銷駕照 目前警方鎖定車號 及對象全力棄補當中 記者旅中人許成文高雄報導